請假立 走 請坐 各位同心 各位學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我叫伯龍華 你看那個棚 跟看我這個棚 有像棚 住在水邊的棚 證明我是那個馬卡島主 是高冰地區的原住民 拼埔族 因為我們拼埔族其實好像有十祖 那麼山地的原住民現在有十四祖的棚 好 那麼 剛才我們這個逆桑有說的 為了讓大家聽說 所以我要渣時 用北京去說 因為很多原住民的那個弟兄姊妹 所以我就這一堂我用北京話講 如果說要講國語的話 那我就要講日語了 因為我們都是 我的爸爸媽媽是日本人 日本時代 他的國籍是日本國籍 可是怎麼為什麼生我以後 我變成中國人 我都莫名其妙 你說英國人娶英國人結婚的小孩子 也是英國人啊 那他們應該講國語是講英語啊 那我們今天要講日語 所以日語也是 我們民政府執政以後 應該也是官方語言之一 以後民政府執政 台語 日語 英語 這可能是三大的官方語言 所謂的台語就包括原住民的語言 各部落 這些都是台語 包括客家 包括我們所謂的閩南 河樂 都是我們的國語 都是我們的官方語言 OK 這個部分我先講到這裡 那我今天 主要講的題目是那個 農場管理 大概要講這些題目 好 我來講這個 我們水 與農業的關係 沒有水 大概就沒有農業 那麼 我們人的 生命的三大要素 就是陽光 空氣 還有水 那麼 我是認為還要再加一個 土壤 土地 像這個 我們主要的食物 糧食 在台灣 都是以稻米為主 那麼稻米 它又需要水 它是水稻 為什麼叫做水稻 就是因為它是水生植物 所以需要很多的水 那麼 我們台灣 目前用水量最多的可能就是水稻田 對 還有 像雜草 跟那個水土保持的關係 其實我們台灣 下雨都是暴雨 你看像 巴巴風災 莫拉克風災 它在一天以內 兩天 大概兩天 下了大概2000mm 那我們台灣一年的水量 降雨量 才2150mm 兩天就把我們差不多一年的雨量 通通通降下來了 那這個 在極短的時間內的暴雨量 就會那樣子那個水土保持的問題 土石流就發生了 那以前我父母親那一代 他們看到雜草 就像看到那個敵人 要去之而快 因為以前沒有除草劑 都要人工用鋤頭用鐮刀去割去除 非常辛苦 非常浪費時間 所以他們看到雜草 又會吃你私下的肥料 他們的觀念那時候是這樣的 那其實雜草是上帝創造 要來做水土保持的 像莫拉克風災 等一下會有圖片會看到 那其實 你只要我們用耕耘機 把一個土地耕除以後 你都不要去動它 大概一個禮拜 那些雜草就自動會長出來 來保護這個 做一個地背植物 來保護泥土 不會說下大雨的時候 撞擊到那個那些 中東的土壤 然後就水流到大海去了 你看這個 因為有光害 不然這個一個白白 這個就是莫拉克風災 這個是中央山脈 這個南北大湖山的 比較南端這邊 就正好因為我就住在這附近 我就往山 中央山脈拍 這個一條一條的 就是莫拉克風災 這裡多了400多個崩塌地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樹木的樹根 它這個水土保持的作用 這個是2008年那時候拍的 這在一個山地 正好下雨過後 一段時間 我去那邊旅遊的時候看到 我就給它拍下來 這個根系大概有12米 大概四層樓 你看這一棵樹 它砸根砸得那麼深 它就是把我們山地那個泥土 抓住保護住 那麼日本時代 他們來到台灣 發現我們高山 有很多好的檜木 那因為日本人 他們很喜歡住 木頭做的房子 可以東暖夏涼 那發現 那個台灣的Hinoki 做建材 蓋木房 蟲又不會去住 所以他們就發展高山鐵路到阿里山 把很多大的那個高山的那些植物 都砍回去做建材 可是日本人他們在砍那些Hinoki的時候 它至少會留一個三尺到四尺才巨斷 那個樹頭 它沒有挖起來 所以 而且他們砍了以後 它會在旁邊 會種至少四顆以上的那個小植木 那個小木苗 可是 國民黨政府來以後 它不只砍 還連根挖起來 它把那個根挖起來 可以做一些藝術的屏風 或者是泡茶的茶桌 這種 屬於藝術品的東西 附加價值就很高 所以他們很努力的挖 然後 你看我們 經過921大地震以後 然後你看 來了一個摩納克風災 土石流就非常嚴重 那麼 這就是水土保持沒有做好的關係 以前我小時候沒有聽過什麼土石流 是後來宋楚瑜當省長以後 他在山區開了很多產業道路 那些開產業道路 就等於把我們的山林開藏破渡 所以造成很多後續的這個 只要一下大雨 就是經常電視新聞報導 就會說有土石流 那我們來說水 水是很珍貴的資源 那個 最近的第一次大戰 第二次大戰 大概都是為了石油在戰爭 包括最近 像那個科威特 90年的那個波安戰爭 第一次波安戰爭 就是伊拉克去攻打科威特 把科威特佔領 那麼美國就跟聯合國 這個經過聯合國的決議 成了一個聯軍 把伊拉克又打敗 解放了科威特 那麼以後我們很可能 就是為了水資源來戰爭 OK 因為現在乾淨的水越來越少 那麼以色列有很多 它在水資源方面的保護措施 還有利用這方面我們有學習的地方 第一個 它本身它是沙漠地區 非常的缺水 以色列這個國家 它的65%的水是要靠加利利湖 這個淡水湖來供應 那麼缺了35% 他們要怎麼處理呢 第一個他們就去發明海水淡化的技術 它有25%的淡水 從海水來淡化來得到 那麼剩下的不足的10% 它又廢水回收再利用 那麼以色列它是海水淡化技術 在全世界是數一數二的 那麼他們在農作物 因為以色列他們老百姓也要吃東西 那麼他們也要種植這些農產品 那麼他們就發明這種滴灌系統 它用電腦控制 這一顆植物一天要喝多少水 它用電腦控制滴給它喝 就只滴在它的頭根部這附近 其他地方就沒有水 那沒有水的地方就不會長雜草 那你也不用去 為了處理雜草的浪費時間 而且以色列跟我們台灣很類似 我們台灣旁邊有一個流氓國家 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麼以色列旁邊都是回教 伊斯蘭世界的國家 他們有因為宗教的問題 可以產生對立 那麼以色列他們是全民皆兵 包括女孩子都要去當兵 來保護他們的家園 因為他四面反抵 所以非全民皆兵不可 那我們台灣 蔣介石來的時候 他也說 要我們所有的滿二十歲的 體格合乎標準的都要去當兵 照講他是違反了國際法 因為他是佔領者 我們是被佔領者 我們不應該被他去徵兵 你說像美國去佔領琉球 他有沒有叫琉球人去當美軍 沒有 那麼2003年他去攻打伊拉克 一直到去年的那個8月份 他們才特軍 那這中間他佔領伊拉克的時候 有沒有叫伊拉克人當美軍呢 沒有嘛 因為他們是敵對的 你叫他來當兵 你發武器給伊拉克人 那他正好拿你的美式的武器打你 好 OK 好 現在我們來講 我們台灣人大部分都是吃到美長大 當然現在的年輕人可能 西式的那個麥當勞 或者麵包 現在 其實台灣我們本身的糧食自給率 目前只有32% 剩下的68%都是進口 這是很危險 美國它的糧食自給率是超過100% 它是糧食的進出國 為什麼糧食跟國家安全有關係 因為糧食它是屬於戰備 那個戰略物資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糧食 如果糧食缺乏 這一定會動亂 像我們看中國的歷史 他們的戰亂史 就是因為大部分都是糧方 雞方 那些雞民就是變成盜匪 那些盜匪有可能結成一個黨 然後去把那個 當時的那個政府給推翻掉 所以糧食跟國家安全很有關係 而且台灣現在只有32%的糧食自給率 這很危險 因為我們旁邊有一個非常不友善的國家 如果中共它實施我們把我們台灣海上封守 布雷下去的話 很多船隻很多物資不敢到台灣來 那時候大概可能我們只能撐半年 半年後沒有糧食 糧食不租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開始內鬥了 開始內戰 所以穩定的糧食供應 對我們國家的安全非常重要 那現在因為國民政府它是一個外來政權 所以它不會照顧我們本地的農民 所以它經常在農產那個缺少的時候 價格高漲的時候 它就打壓 它就從國外進口 好比說颱風或者水災 很多蔬菜都淹死淹壞掉了 它就進口 來壓制這個價格 那麼其實農民很辛苦 豐收的時候 那個價錢就一定不好 因為太多了 吃不完 人家都會淨價 淨香殺價 然後如果短收的時候 如果碰到台灣沒有水果的時候 水果價格很高 可是呢 農民因為沒有東西可以賣啊 很多東西都被台灣刮掉 刮落在地上 所以農民不管你要看天吃飯也好 或者看市場吃飯也好 都很難賺到錢 這就是我們台灣 沒有一個很穩定的生產系統 就是說要有計畫的 要有登陸性的說 你要種什麼東西 你要來跟我們的農委會 或者是農會來登記 才不會說大家一過風 我說什麼香蕉現在價格很好 大家現在趕快種 結果一年後 香蕉搭腿出來 大家吃不完 一公斤兩塊錢 然後大家要罵來罵去 那你看 因為農民 他種東西不合成本 做蕉 台語說做蕉 越做越蕉 越蕉 越蕉就對了 所以很多人就肥肝 他把農地租給那個科技公司 他去做這個太陽能光電發電的這個板子 他只收租金 這個租金等於說實賺了 因為他不用再投資成本 那麼像本來這個是水稻田 他也租給人家去養泰國蝦養魚 有沒有 好 那你看 如果說 台灣被封鎖了 糧食缺乏 你看 這個發電這個太陽能板 我們可以拆下來當飯吃嘛 所以 你臨時要種也來不及 而且要把這些把它廢掉 可能 也會跟廠商產生糾紛 好 好 還有你看這個修耕的政策 大好的糧田 放在那邊 長雜草 蔓藤 還有一些僑木也長出來 這些僑木如果 越長越多 到時候就變成森林了 那臨時我們 如果說 被封鎖 啊開始要復耕 哇 那要請怪手來挖才有辦法處理 那又要花很多錢 好 很諷刺的 我們在高山 在山上 在砍木 樹木 在平地 在造林 這個 本木倒置 那農業 跟環保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有很重大的關係 台灣 這個叫做冠型農法 就是平常一定要噴農藥才能有收成 你如果噴農藥 這個一定得 什麼各種刀病 到時候就 沒有收成 那 很可惜就是 這三個人你看 他們都沒 連最基本的口罩都沒有戴 一點防護都沒有 他直接吸入一些 農藥 那麼 如果他沒有按照 農藥的噴灑的標準的話 可能這些稻米生產以後 那個米裡面都有農藥殘留 那我們一般百姓吃到 也是受害 那 因為到處都在噴農藥 所以我們環境中的各種化學荷爾蒙 濃度都很高 那 為什麼台灣人是世界上 得各種癌症 或者是洗身 是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就是因為我們環境 空氣中 土壤裡面 我們的食材裡面 我們吃的東西 很多都是 有農藥殘留的東西 那也為什麼 台灣的醫院 越開越大間 結果 還是客買為患 你看台大農酒他們 急診室 都是客買 像有一次我 我爸爸中風 送到長庚院 在急診室 待了快三天 都還沒有病床 那就表示 台灣人 生病的機率 住院的機率非常高 那就是跟我們環境有關係 各種莫名其妙的病症 癌症都會發生 就是我們接觸太多化學 藥劑這些毒害 好 你看 這個橘子我買回來三天 它就開始發霉 就開始壞了 好 這是三天就壞了橘子 OK 那我們再看這個 這個是 30天都還不會壞 還很漂亮 這是無意中 我買了 好幾斤橘子回來 沒有吃完 忘記了 因為看報紙 正好被報紙蓋住了 等我發現 欸 已經十幾天了 怎麼沒有壞 壞 我就繼續觀察 結果觀察了30天 它還補壞 我才想到 我為什麼以前吃這 這批的橘子 都頭暈了 想睡覺 原來這個是裡面 農藥殘留非常多 非常嚴重 所以我吃了 我的肝功能沒有辦法去把那些毒素分解 所以我的肝就通知我的大腦說 讓我的全部身體都要停止 就是要去睡覺 因為頭暈想睡覺 它就是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肝 跟腎去排毒 那這種東西就不要吃 其實剛剛那個三天就壞了 那個反而是好的 那才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連細菌 都不敢去吃 那些微生物都不敢去靠近它 那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三天就壞了 這很快 這些病菌 它就可以去吃它 就表示它本身沒有毒 所以病菌才敢靠近 好 這個很漂亮的北樹 有庭園 旁邊也有井裡的 那個井裡也很大隻的養魚池 可是這是在農村 那你會認為說農村 這麼好 其實錯誤 這個就是這個土地的農民 因為它等於收支不平衡了 它已經負債累累 已經把這個土地去貸款 然後也繳不出錢了 最後只好見價賣給都市人 鄉村現在變成都市的後花園 很多人就到鄉下買一塊地 大概0.25公頃以上 你放了兩年以後 就可以蓋農舍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農村還是很破敗 我只是沒有把它拍出來 那我們要來認識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軍政府 他們來到台灣以後 他只用這六招 就把我們台灣人壓制的服服貼貼 再也沒有有力的反抗 第一個他就是在1947年 1946 二八事件 1947 對 1947 他才來台灣一年多 1945年的10月25號來台灣 接收台灣 那個接收應該叫結收 因為他來以後就開始 偷搶拐騙 只要是日產的東西 都變成他們中華民國 國民黨的黨產 那二八事件 他是有計畫的屠殺我們台灣人的精英 這些精英大概有3萬人 這是日本花了50年 才培養出來的精英 結果他們被他們有計畫的屠殺掉 這非常有可疑 對不起 因為這些精英 都有可能領導各地方的人員 來反抗這個國民黨政府 所以他為了要來到台灣好統治 他一定要先把這些統治的 有機會變成統治精英 要把他屠殺掉 第二個 他就搞垮我們台灣的民生經濟 他到台灣以後 他把我們台灣的油米 有糖米 都運到上海去 有一部分是當賣 有一部分是做他們國共內戰的物資 而且有一些工廠也被他們的機器都被他們拆解 像糖廠 日本留下來的工廠 差不多被他們拆解去變賣 或者是移到中國去 替中國生產這些戰略物資 那台灣 四百年來從來沒有飢荒 日本時代即使說 在戰爭二戰的末期 有食物配給 但至少還沒有20人 但是 國民黨來沒幾年 我們台灣的糧子被他們運走以後 台灣人 那個米價 一日速逝 一直 早上買的價格跟中午買 或下午買的價格都不一樣 好 那麼他把我們台灣大地主 都用三七五鹼豬 或者庚哲有祈田 都變成小地主 這些大地主本來都是地方的私生 地方的頭人 那他把他變成小地主以後 他也沒有什麼能力 可以來帶領當地的人 來對抗國民黨政府 好 接下來如果還有一些不聽話的 他用白色恐怖 來壓制你 你如果不聽話 你可能就 明天早上你就看不到這個人了 他就可能又被抓到 抓去綠島去了 這就是白色恐怖 讓台灣人不敢把 心裡面真正的聲音講出來 好 另外一個他是 是敵性反轉 你看 本來我們 日本台灣 是跟中國在打仗的 是敵對的國家 結果他用 那個錯誤的教育來教育我們說 我們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然後 讓我們的身分錯亂 而且他也說 我們已經 把台灣光復了 台灣人都回到 中華民國的祖國懷抱 很多人就 錯誤了認知說 對我們祖先都是 唐山中國那邊移民過來的 這是一個錯誤的移民政策 讓我們台灣人說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年的1月14號 投票選舉 我們85%的台灣人 為什麼會選出 只有15%的中國人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 都認同他也是中國人 這是我們被教育錯誤 把自己的身分都弄錯亂的 假的民主選舉 民主選舉是要在公平公正的 場合來舉辦 但是你看 國民黨有全世界最大的黨產 第二個 他掌控90%以上的媒體 不管是電子媒體 或者是平媒媒體 包括 雖然像民視 我們心裡都想說 這個應該是我們台灣人自己的電視 可是你知道嗎 他裡面的高級的幹部 經理級以上的 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我們台灣人只能當 跑外面的記者 而且你 從外面跑回來後 撰寫得很好的 文章 或者是影片 你要撲上去 還要經過那些 中國人的電視新聞人員 經理人 他們審核 如果對台灣有利的 他不讓你撥 一定要 他盡量就敵偽我們台灣人 經常 就是說像演電視劇也是 演那個 幫傭的啦 掃地的啦 做工的通通是台灣人 那他們中國人都是西裝隔離 都是總經理 總經理 董事長都是中國人在做 你注意看電視劇大部分都這樣 那 他利用 就好像我們 選舉 就像賽跑一樣 跑一百公尺 國民黨等於說他已經在五十公尺前面等你 那我們從零開始跑 你怎麼跑得贏他 因為他有檔場 他有媒體的解釋 解釋錢 就像那個Makio 拨打那個 司機的事情 聯繫從白天到晚上 24小時都是在播放仇日的這個新聞 OK 他就是要讓我們反日 然後美牛事件 他就是要故意讓我們知道台灣人說 美國要用毒牛肉來讓我們台灣人吃 讓我們去反美 因為他這樣操弄就是要讓我們反日 反美以後 中國要進來台灣就比較容易了 因為到時候日本 雖然跟美國有美日安保條約 包括台灣也是他的保護的範圍 但是 你如果反日反美 反得讓日本人跟美國人 都生氣 都說那我何必來救你呢 你既然還我 那你給中國 中共併頓 那是你的事 不是我們美國人的事 他就是用這樣操作 所以他用操作假的民主選舉 讓你們說你看 投票率都快要到八成 百分之七十幾 而且得票率 李登輝要有百分之五十四 其他的大部分好像 那個 2008年馬英九統派的 他贏了謝長廷兩百多萬票 這個如果說把它當作公投 中國統獨公投來看 國外的人在看就是說 那是你們台灣人 甘願讓一個統派的來統治你們 所以你們被中國併吞 那是你們自己的選擇 好 這個就是 他是1949年 奉令以四萬元比一元折成金台幣 好 那你看這個是用行政命令 就可以改變幣子 OK 而且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 本來是台幣嘛 那為什麼要換新台幣 如果 中華民國有台灣領土的主權的話 他應該要發行中華幣 因為 美國有美金 英國有英鎊 法國有法郎 日本有日元 那你如果擁有台灣的主權 你應該發行你的中華民國的中華幣 為什麼 他不敢 因為台灣不是他的領土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這些外來種的植物 這些外來種植物 在激荒的時候都幫助很多台灣人 在激荒的時候都幫助很多台灣人 這個 叫 翻賣 翻賣 這個叫番薯 翻籍 這兩個 它是比較不耗水的植物 所以到了旱季的時候 那時候我小時候 吃很多地瓜 因為這個地瓜 很好種 不太需要水分 那水稻就不行了 水稻如果到冬天我們 南部 就沒有辦法種了 那 剛二次世界大戰 大概之後的這十年內 我父親他也在 他們吃地瓜吃了很多 所以 有一次我拿了那個 我種了地瓜 回去說要煮給我爸爸吃 我爸爸說我不吃 這個地瓜我吃太多了 聽到地瓜就怕 因為以前連有時候 還要吃地瓜乾 而且很多吃都是 被蟲住過了 有那種特殊的臭味 我小時候也吃了很多 可是我種的那個新品種 又香又Q又好吃 我爸爸不吃說 那沒關係我煮 那我自己吃 可是我要添飯給他的時候 我就故意添一兩塊 的地瓜 加在裡面給他 我爸爸一吃 哎唷 現在地瓜怎麼這麼好吃 然後過幾天他就跑到我的園子裡面 去跟我要那個地瓜糖的種苗 他自己要種 差這麼多 本來以前都吃太多吃怕了 那所有的這些植物都是外來 像番石柳 這是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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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就是番茄 番茄 像這個火柴盒 這個番茄 對 昨天那個秘書長有講 這個都是很好的東西 外來種都是 像這裡都幫助我們台灣人 在食物的品種啦 風味啊都提供很多 而且這個你如果常吃 就比較不會感冒 感冒 所以醫生 很怕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都吃這個都不會生病的話 那醫生就沒生意了 那所有的外來種 就只有一個壞的 就是中華民國外來政權 好 OK 好 那我現在來講 我們綠美花植物的果樹 來介紹 第一個 這個叫加寶果 它的學名是 Yabotikaba 可是Yabotikaba 很多人不好記啦 用音譯是加寶果 可是 如果用樹木桃 反而大家比較能夠記得住 它這個很容易種 我種到今年大概30年了 我30年都沒有噴農藥 所以這是很好種的一種果樹 要給它種死掉很困難 因為它的生命力很強 這是它春天換新葉 它大概在一個 像這個舊的葉子大概 農曆前 一個禮拜通通掉光 然後一個禮拜後 長得這麼翠綠 所以你要看到它不好看的時間很短 好 這是挖起來要出售的 那現在有個新的品系 這個 你看它的種子 大小差這麼多 其實 這是大果的樹木桃 它大概有50塊硬幣那麼大的果實 那這個小的大概只有5塊到10塊的 那個硬幣的那個大小 好 這是它開花的狀況 它是從大概頭部這邊 一直開到末端 那麼這個花很香 大概介於那個 這個茉莉花跟桂花的混合這樣 最早以前 這是它的我的第二代了 它的父母親那一代 都已經大概這個 五六倍大 那以前我大概種了300多顆 那有一次 我是住在我的果園裡面 那天早上 剛開始有聞到香味 後來 被聞到 臭味 原來發生什麼事 因為300多顆大顆的 一起開花的時候 那個香的濃度太濃了 變 反而變成是臭的 你們可能 沒聽過 香到會炒 很奇怪 它是屬於桃金良科 它跟 番石流 還有蓮霧 是通科的 叫做桃金良科 你看它們開的花都一樣 巴拉的花就是這個樣子 連霧的花也是這個樣子 而且你看 它這個 樹皮跟巴拉一樣也會脫皮 這是 兩代同堂 有花也有果 這個開始在變黑了 就是快要成熟了 這個就是成熟的 你看這個樹皮它會 剝開 會裂開 這個 很像一串的葡萄在樹上 就像一串嘛 這個也是 這是 這顆大概有 十 快 大概七米高 一直長 從 從 這個根部這邊就開始長 這是 這是它的 三分之一的部分 這根部在這裡 這樣往上長 這是黑的花亮 這顆小小的 這是第三代的 這是 我第一次種 它結了果子 播種 它長大又 結果是播種 它又 長出來 這是第三代 這顆樹 這本來都是長滿滿滿的 有一次我想 欸 為什麼這些都不見了 大概這個高度以下都不見了 這個水果很好吃啊 不只人喜歡吃 老鼠也喜歡爬上去吃 還有小鳥也愛吃 連 我的這隻狗都喜歡吃 就是我早上 我要餵它的時候 我就給它放它去跑一跑 去灑尿 欸 每次出去回來 大概只有三分鐘就回來 這次 最近怎麼都要五六分鐘才回來 就跟蹤它 原來它尿尿完以後 它就開始吃葡萄 所以就吃吃吃 之後發生什麼問題 它懷孕 生幾隻你們知道嗎 猜猜看 十二隻喔 不只 十六隻 一堆 所以它這個樹葡萄養分很高 那女孩子如果有不應徵的 可以考慮吃吃看 可是建議你不要吃太多 如果一次生了三個 你兩隻手都抱不完 喔 對喔 原住民要多吃 一次生三個就三百萬了耶 喔 不得了 如果生十六隻 一千六百萬 哈哈哈哈 抱歉啊 抱歉 我這些祝福都要好好保管 等民進府執政齁 我就可以賣好價錢 好 就到這個三月櫻 這個 我把它也把它取到平地櫻花 因為我們平東齁 其實我們南部平東人 也很喜歡櫻花 好 可是每次我去陽明山 或者是彰化田尾買回來 第一年都還開得 還有點像樣 明年剩開一半 後年又剩四分之一 再後來就熱死了 因為櫻花很怕熱 所以很 以前我們都很多東西 不容易越冬 就怕冷 可是很多植物也是怕熱 不能月下 月下我們比較少彈 你注意看這個 每一朵花都好像藍花 它有五花瓣 而且有 翹一個鬚鬚 因為有光海瓣 不然這個 應該顏色會滿漂亮 粉紅色的 那這個是種錯品種 種錯品種 它花只有開大概十分之一 其他十分之九都是葉子 我們的是 十分之九以上都是花 它這個開始出葉子 就是表示這些花要洩掉 它已經要 長新葉子 這給大家看好 還有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花洩掉大概一個月以後 就馬上長得 這個茂茂密密 翠綠的 這樹 樹蔭可以遮蔭 春天看花 夏天 就可以 遮蔭 OK 好 這個是國外的例子 不過它這個大概已經種二三十年以上 我看 那我們剛剛看到我的那些 我只種八年 八年也開得還不錯 好 現在來介紹黃金狗 為什麼取名黃金狗 就是因為它表皮是黃色的 然後它的 會發亮 不像荔枝醜白白 它是發亮的 所以叫給它取黃金狗 它黃金狗它的果皮 你用鉛筆給它寫字 大概兩三分鐘以後 它會氧化 這個字就會浮現出來 你可以把樹葡萄跟它加在一起 當作一個小禮物 送給男朋友或女朋友 好 這是大果的品種 這一顆大概 一斤 那剛剛那個三顆一斤 那個是比較小 好 我來介紹全世界最好種的水果 紅龍果 這個紅龍果 在我們屏東 它一年大概生十次到十一次 好你想看看 有哪一些水果 一年可以生那麼多次 就只有這個 你看我們什麼樣 一年生一次 荔枝 熔岩都是一年一次 你如果說 那個管理不良 像那個育兒包 你如果沒有處理好 很可能 就長沒幾顆 那個 果子讓你吃 那這個它很可愛 每十五天它就 來一次花 等於說十五天一次花 十五天 那 第一次開花的 大概第三十五天就可以 裁果 所以你從第一次裁果 以後你就是每十五天就可以裁果一次 那 像我是用草生栽培 那我的朋友 他就把地上的那個草 植被通通用粗草去殺死掉了 其實我不贊同這樣 因為這樣你沒有辦法水土保持 如果下大雨 它這個泥土就被沖刷走掉了 OK 那麼其實 你種 紅龍狗 紅龍狗它雖然是耐旱植物 其實它很喜歡水 而且它的根是 等於是氣根 它很需要那個氧氣 所以一般你如果用 用草在保護它的根部的話 它那個根都只有在地表上 那你一撕灰馬上它就可以吃到 那你如果像剛剛我朋友那個 它那個根就怕曬 所有的根都怕曬太陽 所以它那個根會 生到那個泥土很深的地方 那你撕肥料的時候 它不容易吃到 這是花苞剛來的時候 這個花苞 然後像這樣大概 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大概在三天後它就會開花 它是跟曇花同課 它是晚上八點開花 隔天早上開始八點就開始洩 這是植蕾 這是熊蕾 熊花的花粉 掉落在這個裡面 它就瘦粉完全就可以長很大一顆 瘦粉完全的大部分大概 都差不多一斤上下 那你如果瘦粉不完全 可能只剩下五兩 OK 好 而且這個火龍狗它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它的花也可以吃 這整個花 這整個花你可以把它切碎片 煮蛋花湯 它自動砍雞 就自動勾芡了 因為它有很豐富的植物性膠質 天然的植物性膠質 柔根梅 這個 它的特色就是說 只要長新的葉子 都是紅色的 這個都是紅色的 一般的植物都是綠色的 那是有朋友 帶他的朋友來看我的原子 他說 欸 潘先生你的 楓葉怎麼是七八葉在紅 其實他是看錯了 那冬天也是會落葉 然後春天來的時候 這整個就通通是紅色的 也很漂亮 這叫紅花風鈴木 這個像繡球 一團一團 這個很漂亮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就開花大概一個禮拜以後 就開始 花就開始掉 大概第十天差不多掉光了 好 我們來介紹 要怎麼種植優質的水果 這個山藥 這三個 第一個要有幼爛品種 第二個 要有適當的思維管理 還有水分的管理 好 我剛剛在強調這個品種 像剛剛那個 山月櫻 平地櫻花 種錯品種 花就開的不一樣 好 你優良的品 果樹的品種 我們現在那個農委會的 各地區的農改廠 他們都有在改良品種 好 那 第一個我們就是要去買 優良的品種 像那個 有一次我的朋友就是 他帶他的朋友來看我的花 他說奇怪為什麼 我的花是整顆都是三月櫻 那他的只有開十分之一 他已經種了大概四十顆 買了四十顆 花了好幾十萬塊 結果他 來看了我的樹以後 他就 才覺得 才知道說 他放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他貪便宜 就是說 他比如說我一顆要一萬塊 他就跟別人買 一顆只有五千塊 可是他五千塊種了 四五年 開始開花以後 才發現種錯了 你看他已經浪費了四五年的時間 而且那些樹要重新請人挖掉 然後再來買我的一顆一萬塊的 好 那 本來譬如說他四十萬塊 還要再加我的那個 他本來買二十萬嘛 換要買我的要四十萬一倍 可是 你他開始如果說 就買對了 只花四十萬 不用再花那個二十萬嘛 還有要移植的費用 所謂優良品種 好比說我們要種大的 你如果去種那個金紅 金紅不是 一長起來都兩三斤 那像那麼大的 你如果光說 我只要讓他種大 像那種品種 大的品種 你要給他種小都很困難 你那個偷山 你說 我要想辦法施肥 要給他弄大 很困難 大品種你要給他種小很困難 小品種你要給他種大很困難 所以這個品種你第一個要選好 還有不只大 還要有風味 還要有甜度 好 那施肥管理就跟那個甜度很有關係 你如果要讓他開花 第一個我們農藥 農 農 肥料的三藥素 蛋鱗甲你要弄清楚 像我父親那一類 他們對蛋鱗甲都搞不太清楚 好 那現在新的農民就比較知道 肥料的三藥素 蛋鱗甲 它的各種重要 那個功能 蛋鱗是它是 主要是供應生長那個枝葉 那鱗甲 它是促進開花 還有植株強壯 你如果要控制讓那個果樹開花 第一個就是零跟甲要提高比例 然後蛋的比例要降下來 好 等花開了以後 這個水分管理很重要 你水分有給它控制 讓它不要吃太多 它就比較容易開花 因為那個植物它本身有那個 危機意識 他說我快要被人家咳死了 我要趕快開花結果來傳農接代 用控制水分來騙它 這是一個方法 就好比是以前那個育兒包 那個產量都很少 後來有我們屏東那邊 有一個農民 他發明了一個 控制水分的方法 哇 育兒包長很多 所以他們都賺得好債萬 每一年 那農改廠的人就 研究不得其解 為什麼它有辦法長那麼多 我們農改廠找不出方法 就偷爬圍牆到它裡面去偷看 結果被抓到 這個表明聲明說我是農改廠的人 因為研究不出這個問題 講來偷看你的技術 後來那個農民有跟他講 就是要控制水分 就是他那個 枝幹 他有一次發現說 為什麼只有這個 這個枝 長了很多花 結了很多果 結果他發現有一個 那個助心蟲 把它環狀的 那個 等於吃了一環 把樹皮那部分吃掉了 只留一點點 沒有吃到 只那一點點的水分送上去 所以這個都開花 然後他就用句子 模仿 也是環刻 也是留一點點 結果 以後就是花都開很多 就結很多果子 就這樣 無心去發現這個 我們後來才會有育兒包可以吃 這育兒包也大概這二十幾年來才有 之前都是蚵蚵 都是蚵蚵蚵那一類的 如果花來以後 你的水分就不可以再控制了 就要足夠的水分讓他吃 不然他會生裡肉花生裡肉果 OK 這簡單介紹這裡 如果有一些大僑木 我們因為要施工要開路 或者要建築物 可能會捨不得把它弄 弄死掉 那我們就要用移植 這是最基本的移植的方式 就是環狀開溝 中間那個先不動 但是這個旁邊要立支架 用竹子支架把它撐住 不然風一吹它會倒掉 這也是 比較好移植的話 你就不用挖那麼深 剛剛那個挖很深 這個挖一半而已 這個是三月陰 因為三月陰它的樹葉很多 你如果光靠這邊的土球 供應水分它可能不夠 你要留一個樹根到外面去找水喝 這個最好就是開花以後 你這邊有一個自動灌溉 有滴灌供應這個土球 每天都可以保濕 有供應水分 這個一樣 這個已經挖好了 準備要 吊車要來吊走了 這是一個包裝的方式 就是保護讓土球不要破掉 這也是另外一個新的包裝方式 它這個 沙王 一個一個洞 它是可以讓那個樹根大概長到母子這麼粗 你都不用去洞它 這是甲植的時候最好用這種包裝方式 好這個也是 這個已經包裝好要準備外銷 好我簡單介紹自動灌溉 自動灌溉有兩種系統 一個是傳統的機械式 那個類比式的 這個就是類比式的 這個也是類比式 就是有一個24小時的timers 的定時器 它每搬一格 就是可以噴15分鐘 搬兩個就30分鐘這樣 那有時候你搬一個15分鐘 如果說覺得說怕水太多了 你還可以裝一個分流器 這個就可以控制 從0到35分鐘都可以控制 你要3分鐘也好 5分鐘10分鐘都可以控制 好這個就是以色列的數位式的控制器 這個也是 這個是美國的 我比較喜歡用這台 因為這台很好教育很好教 你 它這個一個禮拜七天 你要哪一天噴都可以控制 而且它可以分區 像這個有六個區域 你如果有六分地或者六甲地 你給它分六個區域 每個區域它需要的水溫時間不一樣 都可以控制 好一天可以噴三次 早上晚上半夜都可以控制 而且這裡還有個二三五 兩天噴一次三天噴一次五天噴一次 都可以控制 非常好 一焦就會 好 那這個噴頭 有興趣等一下可以這邊看 我現在來介紹 像這個是 滴罐 剛剛以色列人的滴罐系統 就用這種 這個叫微噴罐 這個噴灑的直徑大概 六十公分 就是這邊噴三十公分 這邊噴三十公分 這個是 小灌木 好用 這個噴灑直徑就 六米 三米 這邊噴三米 這個 大概中橋木可以 大橋木也可以 這個噴灑直徑就 有十五米 大概 我們這個牆壁到那個牆壁 還要再遠一點 這個噴灑直徑 但是這個有一個缺點 因為它在噴的時候會動 這裡有齒輪 那個水帶動齒輪 帶動那個旋轉 可是在台灣 這是以色列發明的 以色列的工程塑膠 做得很好 這個用了 在太陽底下曬了十 大概十五年以上了 還不會壞 而且它發明得很好 農民空手都可以保養 可以採解 因為我手有點受傷 我覺得如果有雜物卡住了 可以打開來清洗 我們台灣因為昆蟲很多 尤其有一種豬隻 他看到他會動 他看到他會動 等他電腦說停 他停住了以後 蜘蛛就爬過來 用那個網子給他包起來 他以為這是他的類物 他要把他抓起來 等明天喔 電腦說開始噴水 哇 他不會動了 只有兩道水就噴 這兩個地方都水災 其他都旱災 就有這個毛病 所以我們跟他反映 他就又發明這個叫防蟲型的 他平常是蓋起來 等電腦的那個壓力 水壓來的時候 他就跳起來 打開 噴噴噴 旋旋旋 等說十分鐘到了 還停止 蓋起來 那蜘蛛就沒有 對他沒辦法 而且他是用顏色來代表出水量 比如說綠色的是一個 兩百公升 紫色的 兩百五十公升 這樣子 這是新 比較新型的 也是防蟲型的 他也是會跳起來 pop up 會跳起來 噴噴的 蓋起來 OK 好 自動剛才暫時介紹到這裡 好 那我們如果有好的品種 要改良 要把它嫁接 就需要用到這些工具 那 像這些只是切斷了一些剪刀 這是省力型的工具 這可能要有興趣的人再來看 那最基本要有一個專業的切接刀 這是握把很順我們的人體工學 這樣比較穩的可以切開那個架接的植物 那還有一個就是鋸子 像這個小鋸子有時候樹幹比較粗 我們那個剪刀剪不動的話 可能要用這個小鋸子鋸 那有些要切我們的一些像電器膠布啊 可能會用到刀子 這裡還有一個鋼捲尺 這裡都可以用 那現在駕接 以前都是用這種電器膠布 那日本人他發明了這個 他可以很容易切斷 然後他這個伸展性非常好 而且是 它是叫做石辣膠末 它延展性很好 而且透氣防水 OK 這是用石辣膠末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你就可以大概不要去管它了 但是這個本身還是要澆水 那那個石辣膠末它 那個雅點可以突破 一般的電器膠布它穿不透 這個可以它就這樣突破出來 你看這 接好了 它接點只有一點點 這個叫做切接法 這個 這個要練習 沒有那麼快容易 因為你如果切不好 那個不平的話 就會接不好 這是大果 那個黃金果 就是一顆一金那種 這個原來是三顆才一金那個 沾木 好 這是芒果 那芒果因為它 這個是在地上 所以它 長的速度很快 一下子就大概三尺長 很長 那有重量 那我們那個石辣膠末 就是太陽一曬它變黑掉 它那個力量自身不住 趕快裂開 所以我們用剛剛那個電器膠布 再給它包個三趟或者四趟 把它保護起來 才不會裂掉 好 等半年以後 這整個完全那個浴和完好 再把這個電視浴膠布 要把它切開 不然它會好像熱到脖子一樣 那 如果說你的技術不好 你就 一顆樹給它接兩個點 萬一有一點 這個沒有成功 至少這個還是成功 好 好 那原來的沾木長出來的這種芽 你要把它去除掉 好 我們來看我的圓子的圓解 這個是三月櫻 這個是羅庚梅 這個也是羅庚梅 好 那我那個地方 正好是屏東平原的大概中心點 我在潮州那個地方 這是南北大五山 這三月櫻 外面 跟那個樹櫻底下的溫度 大概差五度 它這個 遮蔭 那個 的效果非常好 好 我們所有的龍座物都會碰到蟲害 像這個也是豬心蟲 這個好不容易 嫁接好了 已經長那麼長 結果被豬心蟲 就豬死掉了 這個也是豬心蟲 豬壞的 乾液的 這個是 福壽樓 這個大概三十 三十一年前 有人從國外引進來 因為那時候 法國的雷肉 法國的雷肉 說價格很高 他們就進口 這個要仿法國的雷肉 結果他沒想到 我們台灣人 催跡出來 一吃 不合口味 大家都亂丟 到處兜吃 農委會每年要 偏好幾億的農藥 來鋪殺他們 這個就是海關沒有管理好 防疫措施沒有做好 海關 海關 去年的3月11號 日本發生海嘯 福島發生核災 那個美國 他們的官員還有家眷 就 那個為了要避災難 就撤退到台灣來 為什麼他不撤退到他們最近的關島 或者是夏威夷 怎麼會撤退到台灣來 因為台灣是他的軍事佔領地 我們是日暑美戰 然後美國又委託蔣介石來帶管 所以美國AIT他才可以到桃園的海關 來設他們自己的海關 他們自己驗他們的主人的證照 證件 那中華民國的海關靠邊站 因為他們 他的老闆來了 他不可能看他老闆的證照 所以美國才是中華民國的老闆 中華民國的對火單位的上司 第一個就是AIT 美國在台協會 那AIT的上司就是國務院 那我們台灣民政務的上司 上面就是美國台灣軍事政府 再上去就是美國的國防部 我們民政務跟中華民國流行政府的對火單位是不一樣的 那你看海關是代表一個國家主權的行使 如果一個人可以在一個地方設海關 就表示這個國家對這個地區有管轄治理權 那從這裡也可以看出 中華民國並沒有台灣的主權 好 再來看 你看 這是被蛀星蟲蛀壞的那個 剖開的那個樹木 這個 你看 那個蟲很小 大概只有螞蟻那麼大 它可以把這棵樹這麼大顆的 通通蛀死掉了 這是蛀星蟲之一 這是天牛 這是台灣最常見的新典天牛的幼蟲 這是天牛 好 那這是綠葉蟲 這是 只要看到綠色的 它都吃 把它吃掉 你看這個 被那些 綠蟲吃掉了 被淺糖 被淺糖整個 正常的是要這種綠色 你看都被吃得變成灰荷色 好 這個是割類材 這個我本心也想說 來種一些有機的自己吃 可是沒有時間去抓蟲 大概只有兩天沒有去抓 就被吃得這個樣子 要當有機農夫 還蠻辛苦的 這是兇手 所以 再過了一個禮拜 我一忙 再去的時候 就吃光光的 沒有了 所以要 種一個有機蔬菜 如果真的有機的 我寧願貴一倍到兩倍的價錢跟它買 因為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有時間長去抓蟲 這個就成功了 這是有機的 日本的蟲 這是我有一個土堆 閑在那邊 我就給它種一些 哇 它長得很快 我說吃不完 來不及吃 這 通通沒有撒農藥的 這個是你 這個很 這是一隻蟲 它如果停在這個 竹子上面我可能就看不到了 這個 剛剛我那個樹木的兇手之一 這也是 好小一隻的天牛 這個是可能是 是世界上最小的天牛 你有沒有看過 很小一隻的 那差不多像蟲蟲那麼大隻而已 你看它就是這樣吃 鑽一個洞一個洞 結果你如果不去處理它 就真的就被它吃死掉了 後來我就自己當樹醫生 給它打針 真的有救火耶 就這一顆 就救火起來 好 那這是 吉鴻春巷 這是 他們在開會 這個是主席 他已經宣布明天要去吃哪一顆 散會 OK 那這個是樹木桃被小鳥吃光光了 那個 那個 小鳥來吃都是白頭翁比較多 白頭翁 就是它都會講 北京話講 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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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小鳥 那我就 要去防止它我就去買那個魚網 去東港那個專門做那個捕魚的那種魚網 那我想說買那個那個洞比較大的比較便宜嘛 因為小鳥那個翅膀那麼大喔 它揮不進去嘛 可是我花了一萬多塊又請工人把它整個網起來以後 哇 怎麼小鳥還在裡面吃 那個大概18年前 那我就拿那個BB槍要去打它 結果它也不甩我 等我拿起來要瞄準它 它翅膀一張開這樣 像充電砲就衝出去了 因為它力證在哪 正好那個洞口可以衝出去 我就被打敗了 所以我後來我就再去買那個比較小的小網 它進不去了 可是那個老鼠它會咬動 老鼠咬動還是進去吃 然後小鳥它也跟著那個洞進去吃 而且有一天它還停在那個網上面 我在睡覺 中午在睡覺它怎麼說呢 我注意聽 欸 它說 用台語啦 吃幾粒 水幾粒 吃幾粒 水幾粒 因為那個素葡萄喔 要好吃是要在黑以後第八天最好吃 然後你繼續放沒有去摘它 它會乾剝 就有那個葡萄酒的味道 我也很喜歡吃那種 有葡萄酒的味道 又甜又有那種酒香 哇 那個我不曉得說 小鳥也會吃吃完它會說 吃幾粒 水幾粒 喔好幸福喔 吃幾粒 水幾粒 而且要越叫越有越大聲 吃幾粒 水幾粒 吃幾粒 水幾粒 喔 聽到的氣息 那另外一隻齁 它有學過算術 它說它吃幾顆 它吃幾粒 吃幾粒 水幾粒 另外一隻說 吃幾粒 它說它吃六顆 好 這隻被小鳥吃掉了 好 這風在這 那個八八風在要來的時候 我想說 哇 這個Y字形為那個被裂開 結果它 我這邊保護起來 它從這邊給我折斷 天 天算不如人 人算不如天算 這全島 像打保齡球一樣 這是比較輕的颱風 它就是樹葉被刮掉而已 這過沒多久 新的葉子就會長出來 你看摩拉克風在有多大 你要把椰子樹吹倒 這個好像我第二次看到 最早以前有一個 我那很久了 大概30年前 那個颱風在高原很大 那個高壓電塔 就被拽成那個 像毛巾這樣拽下來 倒下來 賽洛馬 賽洛馬 對 那一次也有椰子樹被吹倒 那摩拉克這一次也是很大 所以才可以把隔壁的椰子樹吹倒 倒到我這邊來 它侵占我的領空 就變成我的 跑到我這邊就變我的 我口渴就去採一顆 哇 很老耶 真的很香很甜 這個就是摩拉克風災 這個就是水災了 這個就是排水不涼 這個整個淨水淨了兩天以後 這些玉鼠鼠 反而被 就被那個根部就被淨爛掉了 就倒伏掉了 就壞掉了 這個也是水上 下面的根部 我們屏東地下水會很低 一直下雨一直下雨 那個水就自己就 地下水就浮上來 把我的那個根部浸泡到 所以它就 根就爛掉 沒有辦法吸水就死掉了 好 剛剛都天災 就是人 很奇怪 很奇怪 台灣人都 都不注重那個樹木的生命 都一定要把混泥土 或者薄油 都一定要蓋到它的頭部來 它為了那個爭取生存 它也是用力把它搬開來 這個裂開了 可是這棵樹會長不好 因為它裡面缺氧 水又滲透不下去 缺水又缺氧 所以這棵樹也長得不好 我剛剛講那個樹葡萄 這個是樹西瓜的花 樹西瓜 這是樹西瓜 這個是炮彈連霧 現在新的品種有飛彈連霧 這是荔枝 這是玉盒包 我這顆玉盒包好大一顆 生的一顆 不用笑 我沒有廚藥 生的一顆不簡單 這顆的主意特別好 因為只有一點而已 很認真和品嘗 我想到 我大概幾十幾年前 像我哪在我的陽台 種一種辣椒 像我如果缺氧 來斑就有了 結果那幾幾年前 我給你釣一顆 等我那天買 我真的給你斑來 切一切 我不知道會嚇到 把它丟一下 哇 夭壽 像像那個火燒到 藏到這樣 我看那邊 像邊角 鑑到半點鐘 好 鑑那幾十顆的 比較提熱 它就是 所有的能量辣椒的氧粉 都灌在那顆 好 所以特別陷 好 陷到你倒不掉 所以這顆的能量很強 這是幾百顆 擠到一顆 不用找了 你不要在家裡去看看 看你太多了 好 OK 你看看金釣 超過三千六百根 這個 有夠壯觀 還在開花呢 花還在繼續開呢 這個用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桌得吐到 好 這是我的工廟 好 以前 我以前 我早晨會吐到它 所以我用黏主板 好 它再給它黏住 不然 我就今天沒站在這裡 它這個走神經毒的 被咬到 大概就會想睡覺 一覺就不起了 好 這個是我的電腦控制箱 怎麼打不開呢 原來有一條蛇 卡在這裡 難怪我打不開 這一條蛇是我養的 很長 地上大概還有兩尺長 這個是它的 它脫皮啦 不是真的蛇 這個也是侵害我的臨空 這是蜜蜂 這裡有一個虎頭蜂窩 我發現的時候我嚇一跳 叫那個消防隊來處理 消防隊就來了 他說 你們這裡不可能有虎頭蜂 他一帶我去看 我就帶他去看 他一看 兩個年輕小伙子看到 就用跑的 我說你會跑什麼 虎頭蜂啊 我說會怎樣 會釘死人啊 我說你不是說不是 結果齁 他們兩個就靠在那個消防車旁邊 就抓著 趕快處理一下 然後 不好意思啊班先生 我們今天沒有帶裝備來 我說我告訴你說是虎頭蜂 你們還那麼輕敵 沒有帶裝備來 他說要不然啊 我車上有一把那個火焰槍噴瓦斯的 我給他用瓦斯把它燒好不好 我說不行不行 那顆樹我已經一萬五千塊賣掉了 五千塊定金都收了 你給他燒了 我要陪人家 他說要不然我們明天來好不好 我說好 隔天要打電話來 班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有群怒 所以不能去 改天再去 我說不用了 我就自己搞 我自己就 夾哥倒菜 倒長長 做個山腳架 這樣給他 衝 第一次衝沒有衝到 把那個蜜蜂飛過來 大概離有一公尺 就被他追到 喔 結果第三次才把它弄下來 這是黃腰斧頭蜂 這個真的會遮死的 把一個作罪的 這是冷氣窗 外面的冷氣窗戶外面 結果小孩子去打開窗戶 蜜蜂就那個跑進來盯了那個 在床上的小女兒 我那邊生態很豐富 那他在吃一隻炸蜂 這個不知道是鵝還是蝴蝶 還是什麼 看有沒有 昆蟲系的人知道 這是在三月印上面 竹巢的雛鳥 這個班鳥 這是伯老鳥 伯老鳥在恆春的那個農民家裡 冰箱有發現十隻 結果被那個 恆春那個 這個國家公安警察局 開罰八萬塊 所以這一隻是八千塊 我們要好好保護 這是白魯斯 這是全台灣只有我們那邊有的 交通號制 注意閃兵 因為我們那邊有一個閃訊中心 真的不要被那個重裝被撞到 很危險 這蝶蜍要躍動 他要藏在泥土裡面 他在挖那個散兵坑 結果挖一半就被我發現 我給他拍照 我這一隻小狗 被剛剛那條大蛇吃了三分之一 那天早上我可能提早到 那一隻蛇看到我來了 就趕快吐蕃給我 再吐蕃給我 那這個 這一棵樹齁 是我的看板樹 看板樹 我不賣的 那我剛剛講那個 那個人齁 他是電子大廠的一個總裁 他說潘先生 這一棵樹要賣多少錢 我這一棵樹不賣 他就說這樣子 潘先生 我車上正好有四十萬的現金 如果可以的話 你拿去的 如果覺得不夠 你還可以再加 我只有考慮三秒鐘 我就賣他了 因為為什麼 我們剛剛看了 我還有好幾百棵 另外那個園子裡面 還有好幾百棵 所以我拿了錢 他走了以後 就給他拍照紀念 然後我又種一顆 給他 種了兩年多了 那個 這個人還沒有出現 ok 那這個兇手 不知道誰啊 可能台灣黑熊 還是 這個兇手還沒有碰到 因為我那邊樹林很茂密 我現在也有點怕怕的 不知道哪一天會碰到他 好 那這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好 講個這個 這個 以警察為例 以前我爸爸他們在講日本的警察 都 警察大人 那個很有威嚴 國民黨政府來以後 就變成警察 再來 再來 警察 再來 警察 拆頭 那個AD 現在說聽說 這個地沒有 再來 合法配槍的流氓 所以 等我們民政府執政以後 我們要 糾正這個 就改變這個形象 我們的公務員 要 服務人民 把這個威信重新建立起來 因為時間的關係啦 我就先講到這裡 那 謝謝各位 吃起立 走 休息十分鐘